記者會長 首選 張蕾先生 競選總部 奉上一段三好一公都的領域 希望用正面的政見 幸福婚臨完食 並且得到鄉親的人同 我們都是在地的婚人 我有這面子 讓大家過程 幸福快樂的日子 讓我們一起看見未來美好的生活人 雖然有思法跟棠岳山 也特別前來收聽 並且嚇下真心真意的思法 免得頂禮 他說真心真意為婚臨服務 聖誕責任的官長 才能為婚臨來解決困境 選舉到現在已經剩下最後九天了 所以 我要回歸初衷 回歸我本來的本意 也就是真心真意 看見未來 官長的選舉一天一天接近 張磊山民對各種的選舉攻擊 他拿出一份聲明 希望拍一張優勢的選選 我們要為新時代的雲林 贏得一場光明磊落的勝利 我呼籲所有的支持者 不要隨著少數民進黨的腳步起舞 不要被少數民進黨的抹黑戰術 倒向負面的選戰 面對這場支持的鄉親 他在既然立刻地 也讓有支持者的理想 不要讓衝突對立 傷害婚臨 我希望再來的九天 大家都能夠 冷靜 理性 用這樣的思維 來思考 到底是誰 才能夠真正領導雲林線 張磊山 希望支持者 跟他共同摧毀婚臨的關係 用真心真意上美麗 來毫無婚臨 記得歡迎觀察給報導